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其實有好幾個主打功能 其中一個主打功能就是 它有一個HDMI的連接線 可以直接連接手機 好像現在這樣 我們連接手機之後 可以隨時在車機上看到 它現在手機上的畫面 還有這個就是它面板的設計 就是現在市面上 基本上沒有什麼其他機 可以跟它相比 它有一個10.5吋的螢幕 一個720P的高清螢幕 它除了這個螢幕之外 其實基本上大部份的車機的功能都有 譬如是USB、SD 還有USB可以連接充電 聽歌、Aux-in 還有它現在你看到的面板 是一個很大的面板 但其實它背後只需要 是一部溫癲的機頭 即是基本上大部份的車 都可以改用這種機 而不需要一定要買個大面板的機框 就已經可以安裝到 好了 如果它連接了這個手機的話 基本上它只是一個 附屬於手機的顯示屏 即是說手機的所有功能 它全部可以顯示到給你 例如像這樣看一些不同的網頁 或者甚至乎是看GPS的地圖 這樣就可以看得到不同的地方 另外還有當然是 例如那些現音的系統 例如在看音樂、看片 也可以的 那直接連你裡面的相簿 都可以隨時去看的 也都是這個螢幕的關係 這麼大、這麼清 其實也是非常漂亮的 那除了剛才手機所說過的 連接HDMI的功能之外 那它一般車機的功能 當然全部都有齊 例如說 這個是收音機 DVD SD USB 還有設定 藍牙 還有一個連接的線 還有Aux-in 還有AV 還有後波鏡頭 那還有這個面板 它是連接了後面一部主機的軍典機頭 那其實呢 可能你會覺得它是不可以移動的 其實不是的 它可以隨便去調校它的角度 調校它的角度 還有可以上下的傾斜度 也可以調校的 除了剛才所說過 面板的調整角度的功能 還有前後的功能之外 其實整個面板可以拆出來的 那我們現在就試一次來看看 首先把機關了 然後一按鈕就可以把面板拿出來 就算要安裝它 不是說十分困難的 按下去就可以了 好了 剛才都說過 這部機另一個比較好的優勢 就是它只需要一個溫兵機頭的位置 它比較省位 還有很多車機都可以安裝得到 也不需要買另一個大面板的機框 大家可以看看旁邊 它旁邊看到的角度 就是說面板安裝上去之後 只是在溫兵機頭最頂端的位置 那麼 進入碟架去看看 又看看是怎樣的 跟一般大面板機頭的情況都是一樣的 一按我按鈕 它會把面板打開出來 將這些碟放進去 它就會自動關上去 它會自動關上去 至於是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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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